眼前在深山中一片漆黑 救难队人员带着探照头灯 扶着旁边的护栏 缓缓走下山 其中一名救难人员身上 还背着一名受伤的登山客 所有人不乏小心翼翼 13号下午1点半 消防局获报一位55岁的男性民众 在南投仁爱云海保线所3公里处 脚不慎严重扭伤 神医搜救队连同消防人员 一同上山前往搜救 在下午4点半时 找到这一名受伤的登山客 立即先帮他做初步减伤 脚扭伤蛮严重的 我们先以绷带将他受伤的地方固定 然后再以残扶跟背负式的方式 带他下山这样 救难人员残扶着民众 不过整条山路陡峭 天色逐渐变暗 又因为下雨导致路面湿滑 下山过程不容易 最后搜救人员背着这位民众 走下山 历经了6个小时 总算将人送下山 顺利完成这一起救援行动